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海证券交易所党委委员兼副总经理董国群 以及大连市银行监管委员会前党委书记袁非 自从习近平在中央纪委全会上呼吁在关键行业中打击腐败以来 这份被调查的名单不断增长 习近平强调需要在权力集中、资金丰富和资源丰沛的行业 如金融、国有企业、能源、医药和基础设施项目中加强反腐力度 今年以来 超过40名能源行业的官员和高管已被调查 其中包括中国能源投资集团前副总经理李东 他应受贿超过1.08亿元人民币被判终身监禁 这一切表明 中国的反腐败行动正在不断深入 针对腐败的新形势和难以察觉的行为 纪检部门正加大力度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更多这些引人关注的调查和背后的故事 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特别节目 我是主持人 今天 我们将深入探讨 中国最近在能源和金融领域进行的反腐调查 首先 本文源自《南华早报》的一篇报道 由著广东记者何慧峰撰写 并于2024年8月3日发布 最近 中国国家和工业集团资本运营中心副主任佐祖庆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分会前党委书记兼主任陈小鹏 上海证券交易所党委委员兼副总经理董国群 大连市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前党委书记袁非等 四位现任及前任国有企业高管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被调查 这一消息由中国最高反腐机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CCDI在最近几天发布的多份声明中公布 虽然目前尚未透露这些案件的具体细节 但据报道 董国群自1996年加入上海证券交易所 如今距离退休只剩不到一年 这些高管的调查正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1月的中央纪委全会上呼吁在权力集中 资金丰富 资源充裕的领域进行反腐败斗争以来的一部分 习近平特别提到了金融 国有企业 能源 医药和基础设施项目等关键领域 今年以来 中国共产党在能源 烟草 医药 基础设施项目和招标过程等领域展开了广泛的反腐行动 今年初以来 已有超过40名能源领域的官员和高管因涉嫌违纪 违法受到调查 例如 中国能源投资集团前副总经理李东上个月因受贿超过1.08亿元人民币 约合1490万美元 被判处无期徒刑 从1999年到2023年 李东利用职务之便 为他人在产品销售 煤炭采购 业务运营和工作安排等方面提供便利 从中非法牟利 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其做出了判决 根据中国纪检监察部门的统计 去年中国共处罚了超过61万人 其中包括49名省部级官员 中央纪委在其网站上发布的一篇文章中指出 腐败现象正在以新的形式出现 变得更加难以察觉 并警告说 当前仍然存在不良风气 滋生的土壤 以及腐败案件反弹的风险 让我们从不同角度来分析这一系列事件 首先 从政治角度看 习近平近年来的反腐运动不仅在对腐败行为进行打击 同时也在巩固其在党内的绝对权威 这些高调的反腐行动显示了中央政府对清除党内害群之马的决心 并以此来改善政府形象和提高公众信任度 其次 从经济角度来看 这次反腐行动针对的是中国经济的核心领域 金融 能源和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的支柱 反腐有助于净化这些领域的环境 提升运营效率 清除腐败分子可以减少资源浪费 确保资金使用的透明和高效 这对于保持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从社会角度来看 反腐行动对于普通民众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腐败问题长期以来损害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尤其是在涉及公众利益的关键领域 如能源和金融 通过这些高调的反腐行动 政府试图向公众传达反腐畅联的决心 提升透明度和公信力 从而赢得更多民众的支持 最后 从国际角度来看 中国的反腐行动也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腐败问题不仅是中国的国内问题 也是全球关注的焦点 通过大规模的反腐行动 中国向国际社会展示了其反腐败的决心和行动力 同时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反腐败的经验和参考 总的来说 中国近期在金融和能源领域的反腐败行动 不仅是对具体腐败行为的打击 更是对整个社会风气的整顿和治理 这一系列行动不仅对中共党内政治局势有着深远影响 也将在经济 社会和国际层面产生广泛影响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特别节目 更多深入分析和报道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